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四号选手 王强 有请王强抱着他的女儿 各位平老师好 主持人好 嗨 宝贝 你好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毅童 王毅童 今年几岁 7岁 但是今天爸爸登台 你作为一个小朋友 你怎么也上来了 其实是这样的 大多数的孩子 可能叫妈妈会叫的比较多 但是我家这个小棉袄 他基本上有什么事情 都会叫爸爸 比较黏爸爸 对 比较黏爸爸 哪怕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回来 很累 但是打开门 第一个看到的绝对是他 爸爸你回来了 然后就哭到我身上来了 所以说 你给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 你是来炫耀了 气我们几个老父亲的 是吧 我们家的女儿 当然也很热情 这个话说的 我得采访 采访 是不是你自己编的 来 宝贝 你真的跟爸爸关心那么好吗 爸爸只要一开门 你就会扑过去 是的 小时候爸爸带你的时间多一点 是的 爸爸会凶你吗 就是假如你犯错误 你做错事情了 爸爸会批评你吗 会 也会 但你不生气吗 我看你这个脸上贴的这个小欣欣很漂亮 一闪一闪的 是不是有表演呢 你会唱歌 不是唱歌是吗 你一会儿要给大家变个魔术 你是什么表演 舞蹈 所以你意思有点想我话多了 你会表演的 对不对 来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不会走路 他肯定是不是生什么病了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谢谢你 感谢有你 世界更美丽 我要谢谢你 因为有你 爱藏在心底 谢谢你 感谢有你 谢谢你 把幸福传递 好 谢谢 谢谢 小明叫宰宰 宰宰跳得真棒 跳完舞蹈 大家了解到了 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小朋友 他可以站上这个大舞台表演 宰宰小朋友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一点点 好像和我们想象不太一样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在之前 我们的宰宰是可以做很多 高难度的动作的 我知道你可以下叉 你还可以这个腿 侧面能抬得很高 对不对 之前是好的 但是发生了一点点 小小的意外状况 所以现在我们的宰宰 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但是你刚才跳 我觉得你已经恢复得很厉害了 还行吧 还行吧 不是太满意 其实真正来说 今天宰宰的表现确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作为爸爸的我看到这个舞蹈 每次都是内心很惆怅 很心疼 对 20年的8月底发生了一点意外 导致他今天这个样子 当时发生什么情况 那天早上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之后 突然他就说脚发麻 然后就有点痛 他说要上厕所了 然后在去厕所的途中 我就发现他走路有点歪歪扭扭的 有点站不住 包括就是感觉这个腿没力气一样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然后在厕所里面他叫我 他说他站不起来了 当我跑到厕所 把他抱起来的时候 当时心就已经有点 感觉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 当时感觉他的腿 已经跟他的上身 属于脱节的状态了 腿在他身上摇摇晃晃的 我就下意识地去掐了一下他的腿 当时已经没感觉了 就是等于下半身没有知觉了 对 已经没知觉了 送到医院医生怎么说呢 送到医院之后 进医院我们就是进了ICU 进了重症监护室那很严重啊 对 进了ICU是 我们是上午10点多到的医院 然后下午医生给我们的结论 就是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说小孩子可能这一辈子 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我的天 当时给出的结论就是脊髓损伤 劫瘫 脊髓损伤 对 等于呢是伤到了这个后面的 对 对 对 这个损伤指的就是后天的 出现的情况 对 对 对 不是孩子先天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父亲来讲 是最难接受的 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因为在发生这个事情的前一天 我还带着他在外面游泳 包括在外面玩 但是进ICU的那一刻 他躺在病床上面 推他进去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一句话 我到目前呢记得很清楚 他说 爸爸 没事 我只到里面去玩玩 而且还是面带微笑的那种 所以那一刻他的 那份成熟和坚强反而 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难过 对吧 对 可能他就是哭啊唠 我心里面会舒服一点 就是因为他的淡定 他的这一句话 看着他因为小小年纪 躺在那个床上面 在进ICU之前还能安慰你 让我没想到 你真的表现得很棒 你很勇敢 我们向你学习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 就是宰子是怎么样恢复的 是有做手术啊 还是什么保守治疗啊 他的这个治疗过程嘛 相当的艰难 相当的艰难 因为医院里面给我的说法 包括做出的诊断是 这一辈子只能够坐轮椅了 但是我跟妈妈两个人没有放弃 就从各个渠道去找各种治疗方法 后来是找了一个 推拉里经的这个治疗方法 在找到这个师傅之前嘛 我们没去想这个治疗的过程 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后来治疗的时候 那个痛可以说常人难以忍受 用疼痛分级的话 生孩子是12级痛 像他那个时候 做复健的那个痛是11级痛 包括现在有的时候 看到他复健的那个暗幕床 那是百感交集了 因为一个新床 在给他用的时候是个新床 在他复健的这个过程中 他疼得把那个床是撕得稀巴烂的 但是没有说过一句放弃的话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 我不做了 太痛了 我受不了了 他反倒说的最多的是 爸爸妈妈 我没事 我只是现在脚没力气站不起来 忍一忍就过了 长痛不如短痛 这是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我们很难想象 有几岁的小朋友要经历这一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叫那个师傅也帮我做过一项 因为我当时在部队的时候脚受过伤 我说这个要他帮我按一下嘛 在按的过程中 我所体会到的那个痛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一把刀子插在柚里面 在脚的那个痛 后来我问那个师傅 我说我宰宰 他的这个痛比我痛还是那个 他说比你更痛 我想象了一下 我那个痛说实在的我都受不了 但是他做了三四个月 每天至少都是六小时以上 基本上坐一两个小时下来的话 他的衣服都痛湿了 痛得汗湿了 对 我喜欢去过的夜晚 一路升华 无从大声光 梦地等过方向 指尖的影花 如实现 谁的笑话 疯狂的夜 夹带着温芽 我希望去过的夜晚 一路升华 像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 岁月在冲刷 你淋沧桑的喧望 安静的夜晚 你在像水猫 加油 加油 好勇敢 而且我们看了那个视频 现在那个梯子 你都可以爬上去了 可以跟叔叔讲讲吗 那个过程是不是挺疼的 你有没有说突然 就是疼的就不想再做了 想休息休息 没有吗 没有 是爸爸要你必须做吗 还是你自己想你要做 你能做到 我也不是说爸爸不让我做 就是你自己想做 就是你自己想做 对吗 而且他配合 你生死力竭 疼得 哦 力竭脚 哦 宰宰是真正的小勇士 叔叔知道 其实你在 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你很疼 但是你要知道 爸爸妈妈都会比你还心疼 今天是你和爸爸妈妈 一起来的 对吗 我可以见见你的妈妈吗 来 咱们掌声有请仔仔的妈妈 其实刚才那一幕画面 说实话我们不敢想象 就是您作为孩子的爸爸妈妈 看这段视频是什么感受 一定是有非常多痛苦的记忆 就是我们将心比心 作为家长看这段 其实我也就不太敢仔细看 其实 其实刚刚在台下的时候 看到这个大屏幕啊 我真的 很有感触 这个孩子 从出世到现在 他真的 特别的不容易 特别是 一同刚出世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几乎都是崩溃的状态 但我那个时候 我天天问爸爸 可能一天真的问无数次 我说 爸爸 我们的女儿 还能好吗 然后爸爸他永远都是一句 放心吧 有我在 会好的 真的就是 爸爸这一份信念 这一份鼓励 然后一直支撑着我 包括女儿她真的特别的坚强 她真的是从来没有说过 她真的是从来没有说过 我放弃吧 我不做康复了 我沾不起来就沾不起来 她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在这个家中 其实妈妈最开始都有不够勇敢的时候 但是王强啊 宅宅啊 就是她们出乎意料的 父女俩非常的坚强和乐观 对对对 正是这样的乐观鼓励啊 我觉得帮助孩子走出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 是的 我女儿她现在能走了 而且还能跑 她越来越好 她真的是越来越好 其实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在变化 全部都是爸爸 所以我真的我觉得 爸爸是我们家的一棵大树 我们都离不开它 如果不是它在支撑的话 我可能真的都熬不到今天 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这个爸爸在家里就应该是一棵大树 支撑起这个家 我们也希望宅宅能够 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康复 我觉得这个奇迹一定会实现的 谢谢 加油 除了相信奇迹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要强的心 而且要相信梦想的力量 今天在现场 我们有一份特殊的小礼物要送给你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特殊 特殊姐姐没有走啊 这个是姐姐给你带来的两份小礼物 这个是我的线索礼物 就是一个芭蕾小人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我觉得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一同 希望跳舞的时候能够像这个小人一样 闪耀在舞台的中间 送给一同 还有一个小礼物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校徽 虽然不知道这个学校以后是不是一同想考的学校 但是我希望这个能成为一个小小的力量送给一同 等你再恢复好一些的时候 姐姐可以随时叫你跳舞 如果你想学习舞蹈的话 谢谢 谢谢 你可以的 你会越来越好的 加油 一定要早日恢复起来 姐姐答应要做你的老师 希望等你恢复好了之后 就是穿上漂亮的舞鞋 站在舞台中央 再跳出美丽的舞蹈走向更大的舞台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做到 希望你可以加油好不好 好 谢谢春雨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不到就是 我们其实每一个单独的故事 都会给其他的人很多的力量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正能量汇聚起来 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所以我相信这份衔接 也是无形当中给小朋友传递力量 希望你们全家加油 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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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要把掌声送给这个坚强的 有爱的 有责任心的 负责任的 模范老爸 谢谢王强 谢谢 谢谢 所以接下来也给仔仔 给一同做一个好榜样 接下来爸爸要在舞台上表现了 给爸爸加加油 好 乖 加油 王强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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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тоб带牢 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多像和从前一样 钱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都尽风少去安康 时光时光满些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强的发法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收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